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庆祝白天同中国军队战斗中取得的胜利 正当清华日军士兵和他兴头上的事 远子周围突然冒出了上百名带着枪的黑衣人 这可吓坏了在场的日本军官 他们赶紧组织士兵抵挡 这群黑衣人仿佛是不要命的一样发动进攻 但是这群人的目的不再歼灭清华日军 而是在搜寻着上 很快这群黑衣人在院子后方的密林中 找到了一座新坟 从中挖出来一口棺材 便带着棺材消失在了夜色中 这些人是谁 为什么在清华日军重重包围中抢一口棺材 棺材里的人又是谁呢 刚才我们说的那群黑衣人 是当时国民革命军第59军的士兵 领头的是第38师的师长黄维刚 而才抢回了棺材里面躺着的 就是他 当时59军的司令 也是黄维刚的挚友 张自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50个同盟国反法西斯战场中 张自忠将军是战死沙场 级别最高的将 1940年5月16日 张自忠将军以身殉国 到今天已经整整过去了80个年头 80年前 他所指挥的部队 足以让任何一支清华日军陷入苦战 在他指挥的最后一场战斗中 几方兵力只有敌方的五分之一 在清华日军战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虽遭重兵合围 却仍立战不退 使敌军屡屡受挫 损失残重 当黄维刚听闻张自忠 牺牲的消息悲痛万分 当即率领便衣队 急持陈家吉 夺回了中海 张自忠将军牺牲的消息 传到第五战区司令部时 司令长官李宗仁 异常震动 李宗仁亲自把张自忠就议的消息 报告给国民党最高层 随后 蒋介石命令 为张自忠举行国际 张自忠的遗体 被运往当时的战事首都重庆 路经宜昌时 数万军民恭送灵鹫之江案 其间日积三次飞临宜昌上空 但祭奠的群众却无一人躲避 无一人投散 悲伤之情 异于言表 5月28日 国民政府举行隆重葬礼 蒋介石提写 熏烈长昭 追受张自忠为陆军上将 中国共产党对于张自忠将军的牺牲 也深为震惊 和痛惜 8月6日 阳安信中华报 发表 到张自忠将军的社论 高度评价张自忠的抗战功勋 毛泽东 周恩来 分别提写了 禁忠报国和为国捐躯的晚词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 北京银行真诚 所以信赖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作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的张自忠将军的故事 张自忠有一个习惯 每逢出征前都会留下一封信 如果生还就把信撕掉 如果战死就作为遗书 在张自忠牺牲的半个月前 包括黄维刚在内的五十九军军官 曾收到过张自忠的一封信 我们来看一下这封信 看最近之情况 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 只要敌来犯 凶及到河东与地等共同去牺牲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 除我等为其死 毫无其他办法 更相信 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 我们的国家 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 绝不致亡于区区三藻窝奴之手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 还不轻 实不烂 绝不半点改变 愿与朱棣 共勉之 这封信尽是对日本侵略者的蔑视 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中国军人 与日寇死战到底的决心 张自忠将军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主意 短短几句话 自自前军 正是这种 捐躯复国奈 誓死忽如归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凝聚起了全体中华儿女 抵御外辱 旧王秃存的共同意志 也谱写出了赶天动地 气壮山河的壮丽实施 但您或许不知道 就是这么一位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评价的爱国将领 在三年之前 也就是1937年 同样的国民政府 同样的民众 对待张自忠却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种态 1937年9月28日 《大公报》曾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为《免北方军人》 文章中提到 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无两先生的风法 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 万不要学鲜怜寡耻的阴汝羹 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当年《大公报》完全是民意代表被视为社会的良知 文中提到的段无 指的是段祺瑞和吴佩孚 很明显 这份报纸送扬了军阀 《断屋》里面提到的殷汝羹 则是公然投靠日本人的大汉奸 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殷乳羹并列放在一处 显然也是把张自忠当作了汉奸来看待 明明是一代抗日名将 又怎么会受到这样的评价 张自忠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起伏 1891年8月11日 张自忠出生于林青唐原张家大院 1911年张自忠考入天津法政专科学校 次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 在学校里 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 1914年张自忠投笔从容 后来经过同乡介绍 引荐给了当时的第16混城旅旅长冯玉祥 冯玉祥见张自忠长得高大鹦鹉 心里非常的满意 于是便将他留下 在军队里 张自忠渐渐显露出他的治军才能 1920年 他担任冯玉祥部队中学兵连连长 全连126名士兵中 之后可是出了五个军长 五个师长 张自忠练兵可是出了名的严格 平日里 如果部下有人违反军纪 他就毫不留情 高声斥骂 并与严惩 手底下的士兵还给他起了个绰号 叫张八皮 1923年秋天 时任陆军检阅室兼第11师师长冯玉祥 率军驻扎在北京南院 张自忠当时在学兵营当营长 部队开始冬季大连兵 适逢连日大雪 天寒地冻 很多官兵产生了为难情绪 他就把全营官兵集合起来 大声问 下雪天地人发起攻击 怎么办 官兵们回答 坚决抵抗 张自忠接着道 现在下了一场雪 你们就不想操练了 还谈什么打仗 我们当军人的第一条 就是不能怕苦 现在请大家都把绵衣脱了 跟我一起跑步 说完他竟自脱了绵衣 全营官兵都愣住了 然后也纷纷脱下绵衣 跟着张自忠在雪地上跑步 当时西北军中 有哪些部队纪律松弛 难以管理时 只要张自忠一到 部队面貌必有好转 但生活中 他就像是换了一个人 他对于士兵的爱护 在国军中是十分罕见 士兵们的伙食怎么样 士兵是否讲究卫生 甚至士兵们的眼病 狡气 鸡眼 他都要亲自去过问 而且他坚持和士兵 穿一样的衣服 吃一样的大锅饭 推一样的光头 并且一样去参加劳动 和手下的官兵打成了一片 因此虽然部下 嘴上叫他张八皮 但心中对这位 和他们一样的长官 是极为爱戴尊敬 1930年10月 中原大战结束后 冯玉祥的西北军余部 约六七十万人 在宋哲元 张子忠 刘汝明的率领下 退入山西 1931年1月 西北军的残部 被张学良收编 称为东北边防军 第三军 同年6月 改番号为 国民革命军 第29军 1931年1月 国民政府任命 29军军长为宋哲元 张子忠被任命为 第38师师长 1931年9月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 张子忠对于清华日军的 疯狂侵略 和国民政府的 不抵抗政策 甚为愤慨 9月20日 他与宋哲元等将领 联名通点全国 请应抗战 呼吁全国 四万万同胞 宁为战死鬼 不作王国奴 奋斗牺牲 嗜血辞耻 宁为战死鬼 不作王国奴 军人的天职 是保家卫国 张子忠看着清华日军 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扩张 在我中华土地上横行 无数同胞惨遭蹂历 他再次请战 这一次的请求 得到了批准 他将在一个叫 洗封口的地方 奉命阻击日军 洗封口 位于河北省千禧县 北部燕山山脉的中段 是万里长城的 一个重要关爱 也是塞北通往 北平的交通要道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华北赖衣此处 天然之陷 作为屏障 1933年3月9日上午 清华日军先头部队 攻占洗封口东北 长城直高点 孟兹岭 以火力控制了洗封口 大敌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子忠 凭借一种特殊的武器 一战成名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之前我们提到过 张子忠的第二十九军 原是西北军中的一支主力部队 西北汉子 性格豪迈 民风彪悍 有拼命三郎的性子 战斗中敢打敢冲 无畏生死 而配合这种个性 西北军中有一个传统 每位士兵都配有一把 大刀 什么时候 大刀都不离手 西北军使用的大刀 日军称它为青龙刀 与之相比 日本军刀 刀身较窄 由于使用金刚原料打造 脆火和锻造工艺十分精良 因而强度很高 而反观西北军使用的大刀 通体有整块钢铁打造 刀身尤其是刀头部位较宽 刀尖呈上斜形 长柄末端有一铁环 西北军的大刀 无论从钢制 刀刃 工艺及外形上 均比不上日本军刀 但是这把大刀 却是根据实战要求而诞生的 它宽厚的刀身 令锋利的日军军刀 再也无可奈何 就是这样的大刀 为西风口战役的胜利 立下了汉马功劳 这首大刀进行曲 相信大家都听过 这是著名作曲家麦星 特意为二十九军大刀队 所创作的 出生前 张子忠特意召集 营艺商干部作动员 他手持大刀 慷慨激昂地说 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 只要我们全国军民 团结协作 与日寇拼命 一定能将日寇赶出中国去 国家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为国捐躯 重于泰山 1933年3月9日午后 第二十九军与日军 在西风口两侧及其高地 展开激烈遭遇战 清华日军不断增兵 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 张子忠率领部队 虽然顶住了敌人的屡次进攻 却未能攻克孟子岭高地 此时张子忠赶到 这样与敌人应拼消耗 终非良策 便与冯志安 秦德纯 赵登宇商议后 决定对敌人实施 大规模的夜袭 1933年3月11日夜 第二十九军 动用约四个团的兵力 夜袭西风口敌营 看似砍伤敌人 与千名 并缴获坦克十一辆 装甲车六辆 大炮十八门 机枪三十六艇 飞机一架 还有清华日军 遇刺军旗 地图 摄像机等 清华日军防线 被迫后撤十五余公里 日本朝野听到 这次战斗的战报 无不为之震动 当时 日本朝日新闻报评论 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 日军名誉 尽丧于喜风口外 而遭受六十年来 未有之侮辱 据说此后 有不少清华日军士兵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要在脖子上 套上一个自制的铁圈 一方脑袋被打掉 二十九军在习风口 与敌对峙达三个月之久 张子忠的三十八师 担任着整个二十九军 防守阵地的四分之三 虽然在对日作战中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但却大大挫伤了 日本侵略者的锐气 习风口抗战 是九一八事变以来 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使日军遭受了 清华战争以来的 首次败机 当时一首送张子忠的诗 是这么想 军称模范 酒驰名 誓与涡奴苦战争 深夜出兵 来杀贼 刀工闪烁 气争容 二十九军在喜风口获得了胜利 但可惜的是 一场战斗的胜利 并不能挽回 抗战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 蒋介石的嫡系 中央军 第十七军的三个师 在湖北口 竟相继被打残 清华日军 从冷口突破 造成了中国军队 整个防线的崩溃 三十万大军竟败于 五万日军之首 1935年7月 国民政府 同日本 华北驻屯军 签订核媒协议 国民党中央军 东北军撤出河北省 河北 查哈尔两省的主权 大部分丧失 平津地区 出现了权力真空 这个时候 汉奸 就及地痞流氓 打起了辞职的旗号 公然向 北平进军 挽救北平局势 迫在眉睫 宋哲元在天津文讯后 立即命令 冯志安的三十七师 火速赶到北平 并将张自中的三十八师 调到天津 二十九军 进驻平津 当时 清华日军 为防止蒋介石 收复东北 要求在华北建立 非军事缓冲区 经过谈判 双方协议 在华北只留住一支中国军队 日本人认为 西北军长期受到南京政府的排挤 早就和蒋介石离心离德 所以最有可能 培养成为亲日势力 对于二十九军进驻平津 也没有提出异议 1935年8月28日 国民党正式任命 宋哲源为平均位属司令 继查绥靖公署主任 兼河北省主席 此时 日本华北驻屯军 预谋进一步侵略中国 竭力主张华北自治 加紧进行 以平均位属司令 宋哲源为重点对象的 上层测变活动 妄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 这段历史后来被称作 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后 张子忠任查哈尔省主席 1936年又兼任天津市长 也就是这段时间的经历 让张子忠从一个抗日英雄 背上了汉奸的骂名 那么此时的平均 到底隐藏着 怎样的危机呢 当时蒋介石给二十九军的训令士 忍辱负重 不主动打仗 也不放弃华北 张子忠在华北威王的复杂局面中 艰难维系这苦涩的和平 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不能违抗中央的指令 还不能得罪日本人 张子忠是一个标准的军人 明明敌人就在眼前 却不能真刀真枪地 打上那么一场 他的内心是痛苦的 为了维持局势 他不得不笑脸相迎 可是在外人眼里 大家只看到第二十九军 全军将士对日本人 都是横眉立幕 唯有张子忠一人 竟与日军保持往外 一九三七年四月 日本妄图制造和平假象 主动邀请宋哲元 张子忠访问日报 宋哲元考虑到 自己身为 继察当局最高领导人 若此次前去 日方必然会提出 无理的要求 我方势必失去回旋余地 因而决定由张子忠 率团访日 而这次访日 给张子忠带来了 更巨大的麻烦 张子忠这次访日 国内舆论传得是沸沸扬扬 说张子忠与日本订了密约 日本人赠其巨款 还送给他一个东洋美人 实际上 据有关资料披露 张子忠在访问日本期间 言行谨慎 态度坚决 日本人为了离间 才故意放出 亲日气氛的造成 已收到相当效果的谣言 人言可畏啊 就是这么一位抗战英雄 在清华日军的宣传之下 一晃 竟变成了嫌疑汉奸 张子忠很清楚访日的后果 但换别人去 他也不放心 为了大局 他能做的 只有忍辱负重 1937年7月7日夜 日军在北平西南 卢沟桥附近演习时 借口一名士兵失踪 要求进入晚平县城搜场 遭到中国守军 第29军言辞拒绝 日军虽向中国守军 开枪射击 又炮轰晚平城 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爆发了 七七事变爆发后 南京方面的指示是 应战而不求战 所以驻守平均的 29军并未及时 进入临战状态 而日军则从东北和朝鲜 调集大军以先发制人 1937年7月28日凌晨 日军发动全线进攻 29军仓促应战 南院的29军军部 遭到日军主力攻击 副军长佟林阁 师长赵登宇阵亡 军部直属部队和 一三二师寡步敌众 被击溃 南院丢失 29军防线被拦腰砍断 局势 非常的不利 1937年7月28日的下午 北平铁狮子胡同 29军的宋哲元 张子忠 冯志安 秦德纯 张维帆五人 在这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会议的气氛相当的凝重 悲愤 这次会议还缺了两个人到场 那就是刚刚牺牲的被张子忠 视为亲兄弟的 佟林阁 赵登宇 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 是走 还是留 会前 蒋介石一连给宋哲元 发去了五封急电 指示他束缚保定恶手 宋哲元是军区的最高将领 首途有责 不战而退 舆论和国法难容 若战 29军命运不堪设想 走还是留 这无疑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若部队撤退 就需要一个压得住场面的人 来进行善后维持工作 任何人都清楚 这个人必定被全国人民 骂为罕奸 自己的好兄弟赵登宇 佟林阁刚刚战死 张子忠很是低落 思考两久之后 他还是站起身来 宋哲元深知张子忠 这一战意味着什么 临行之前 宋哲元拉着张子忠的手说 慷慨赴死意 从容负重难 我今晚就走了 让你为难了 当天晚上 宋哲元留下了四个团 维持治安 带着主力部队悄悄 离开了北平 安全脱险 临行之前 宋哲元写了三个手令 既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由张自忠代理 北平绥靖主任 由张自忠代理 北平市市长 由张自忠代理 7月29日凌晨 北平市民 醒来之后发现 变天了 29军主力部队已经退走 街上填满了 劝告民众各安其夜 不要惊慌自扰的告示 这些告示的署名是 张自忠 于是舆论大华 都认为张自忠 做了汉奸 事实上 张自忠一边敷衍 日本人的各个要求 与拖延时间 一边秘密下令 开藏放粮 帮助战乱中 受饥荒的百姓 转出未撤出的部队 掩埋阵亡将士的尸体 分散隐蔽伤员 还专门接击流平军属 在舆论的痛骂声中 张自忠始终坚默着 周旋着 估算着29军 向目的地 有需撤离的时间 努力 使精进两地 免遭屠城 张自忠 做了如此多的努力 但民众对他的误解 却越来越深 就连当时 南京政府军政部 派驻北平的 检任参事严宽 致电军政部部长 何英卿的电文中 也说 张自忠 是汉奸 张自忠深知自己的 特殊使命 一时难以让局外人理解 他不想向别人解释 再说了 就当时的局势 他心中的苦楚 向谁诉说 那时候张自忠 已经决心像赵登宇 和佟林阁一样 用战似沙场 来为自己洗清雾剑 29军撤出平津后 军委会将其编成三个军 方号分别是 59军 68军 77军 投为两数相加 军事十四 意味着 勿忘七七事变中 29军的奋起反抗 1937年12月7日 张自忠重新回到了 59军 那时他已经得到证明 但与老部下见面的时候 张自忠还是说道 今日回军 就是要带着大家 去找死路 看将来 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 1938年 日本集结24万重兵 分三路夹击徐州 一位捣毁战士的 政治中心武汉 彻底击溃 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3月 北陆日军 又号称铁军的板原师团 从山东半岛登陆 沿金浦路西境 到林仪和滕县时 遭遇了中国军队 产生了激烈的战斗 当时 守卫林仪的是 庞炳轩的第三军团 非蒋介石嫡系 装备和编制上 无任何补给 不到一万兵力的庞炳轩 与板原师团三四万兵力 展开正面交锋 最终 庞炳轩因实力悬殊太大 难以抵抗 向李宗人请求撤退 李宗人大怒 和令庞部誓死保卫林仪 李宗人放下电话后 立即通电张自忠 火速增援林仪 在这种岌岌可危的 战争形势下 张自忠立刻奉调 率五十九军 以一昼夜九十公里的速度 急行赶至林仪 这一点 是日军万万没有想到的 按正常的步兵负重行军速度 一小时五公里计算 日军认为 在鲁西南腾县的五十九军 至少三天之后才能到李宇 正好在拳间庞炳轩部后 张自忠也进入他们的包围圈 显然 日军低估了张自忠部队 吃苦耐劳的精神 和奇迹般的行军速度 到达林仪城外后 张自忠率部袭击敌后 枪弹用完便展开肉搏 大刀队再现身威 经过数天熬战 敌军受到重创 节节败退 中国军队相继收复 蒙音举线 共尖敌四千余人 不久清华日军再派版本旅团 向林仪和三观庙方向进攻 妄图有所突破 张自忠部和庞炳勋部 竟奋力拼杀 彻业激战 致使其向台儿庄前线 增援的战略企图 可以完全地粉碎 从而保证了 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临仪大劫后 张自忠被提升为 第27军军团长 不久又率部参加了 武汉会战 奉命守备黄川 而后1938年11月 到1939年4月初 短短四个月里 张自忠指挥所部 接连进行了四次 中小规模的战役 坚敌4000人 其中2月的京山之役 战绩游将 1939年8月 张部取得厄北大截 同年12月 再次取得乡东大截 蒋介石更是通电家家 称张部为1939年 东气宫市 第五战区中最优部队 其防区为模范战区 老百姓更是欢欣鼓舞 称张自忠为国官公 1939年12月 张自忠接受美国记者 史莫特莱的采访 当被问到伪军问题时 张自忠非常敏感 不再说话 这引起了史莫特莱的不理解 之后 史莫特莱从33集团军 官兵那里得知 张自忠将军的威信非常高 将士们也都未能有 这么一位身先士卒 誓死抗敌的总司令 感到自豪 大家也都知道 张将军为了求得 良心上的安慰 但求一死报国 当时张自忠的参谋长 张克霞 也向史莫特莱 引用了 除非功名就 人生如尘土 来解释 那时候 张自忠将军的心境 由于中国军队的 冬季攻势连战连结 遭受打击的日军 急于实施报复作战 1940年5月1日 日军集结15万兵力 向湘河东岸 发动大规模进攻 这次战役中 张自忠担任第五战区 右翼兵团总司令 负责指挥 第29 第33集团军 以及第55军 面对清华日军 多路合围的严峻局面 张自忠不顾不下的 再三劝阻 决定上前线 亲自独战 我们提到过 张自忠将军 在每次上战场之前 都有写遗书的习惯 每次战胜归来 他就会把遗书 全部都烧掉 这封信 是1940年5月6日 张自忠写给 冯志安的亲笔信 而张自忠最终没能把它烧掉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封信的内容 养之无地 如物 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 即本身之责任 军需过河与敌一拼 现已决定于今晚 往湘河东岸进发 到河东后 如能与38师179师 取得联络 即率两部 与马师不顾一切 向北进之敌死拼 若与179师 38师取不上联络 即带马师之三个团 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 死往北迈进 无论做好做坏 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以后公司均得请我弟负责 由现在起 以后或暂别 永离不得而知 专此不达 信中我们看到 张自忠已经做好了 牺牲的准备 这次张自忠奔赴河东战场 是1939年 随早会战后 张自忠第四次过河独战 河东将士得知 张总司令亲临前线 士气大战 战斗更加的卖力 几日之后 日军后路几乎完全切断 形势朝着有力的方向发展 经过数日熬战之后 清华日军的右翼军团 已呈现出疲劳状态 但就在5月11日 蒋介石误判日军情报 发出训令 称敌脱离据点 往各部努力追击 将其一网打尽 张自忠在接到命令后 调头向南追击 15日 张自忠仅率一千五百余人 接机由襄阳沿汗水南下的日军 向人数为他多一倍半的日军 宠杀十一次 不幸的是 司令部的电报 被清华日军截获破一 而且还暴露了 张自忠司令部的具体位置 15日下午 张自忠所部 被日军包围在南瓜殿附近的勾研里 16日拂晓 敌人突然集中五六千兵力 三十余门大炮 数十架飞机 向南瓜殿及其两侧 发起猛攻 张自忠所部 虽英勇善战 但忠应敌众我寡 陷入重围之中 刚才我们说到 张自忠将军身陷重围 那么这一次 他能够平安脱离 敌人的包围圈吗 张自忠平素 生活简朴 从来只是穿土布的军装 与下级眷关无异 但这一次出征前 他一反常态 竟然穿上了黄泥军装 这让送行的人非常吃惊 他们后来才明白 张自忠已经做好了 回不来的准备 部下曾多次规劝张自忠 退走 但都被他历生拒绝了 他说 我奉命截击 岂可自行退却 当兵的临阵脱逃 要杀头 总司令遇到危险 就逃跑 这合理吗 今天有敌无我 有我无敌 一定要血战到底 战至下午四时 张自忠身边 只剩下高级参谋张静 和副官马孝堂几个人 眼看着前方弟兄 一个个倒下 张自忠再也按捺不住 大吼一声 向山下冲去 张自忠殉国时 他身边的人大多数 都已经阵亡 其中 副官马孝堂身负重伤 不治而亡 只有魏氏古锐血 一人幸存 关于张自忠牺牲的传媒 有很多 有人说 他是为了不当俘虏 用短见字文 也有人说 他是举枪自尽 我们经过多方查找 找到了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出版的 清华日军回忆录 辽远的战场 日本战犯 第231连队队长 韦普银次郎 在这本书中 记载了大量 早一会战的内容 其中 也记录下了 张自忠将军生命的 最后一刻 我们把其中的内容 摘抄了出来 一起来看一下 翻译成中文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第三中队长唐野军 射出了一颗子弹 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 他的脸上 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 与此同时 唐刚一等兵 也狠起心来 请全身之力 举起刀 向高大的身躯 深深扎去 在这一次之下 这个高大的身躯 再也支持不住 像山体倒塌似的 轰然 倒地 1940年5月16日 下午4点 一代抗日名将 张自忠 壮烈训 曾经被举锅声讨 万人吐骂的 华北 头号汉奸张自忠 终以事实 取之天下 而他的家人 对于张自忠的记忆 只能是停留在 1937年9月 张自忠在天津 与家人在暮色中的 匆匆一别 两个多月后 张自忠牺牲的消息 才传了出来 张自忠的妻子 李敏慧听闻后 十分平淡地 对身边的人说道 张自忠 为国家战死疆场 我不难过 我虽然是一个妇女 也应当有份 随后 李敏慧将所有的家事 交代给了自己的弟弟 平静地 走入房间之中 锁死了房门 绝食七日 随张自忠一起牺牲 此时 李敏慧只有五十岁 一寸山河 一寸血 十万青年 十万军 李敏慧 虽是个弱女子 但是却在自己的丈夫 牺牲之时 用最响亮的声音 告诉人们 我一个妇女 应当有份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当日本人入侵时 就意味着 从整个中国人民 为敌 只要中华民族 还有一人存在 中国就永不灭亡 日本的失败 只是 早晚的事情 1945年8月 经过了14年的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张自忠 虽然没能等到 日本侵略者投降的那一天 但是 他对抗战所做出的贡献 是不可磨灭的 冯玉祥曾这样说过 抗战以来 以兵团长兼集团军总司令 亲率部队冲杀敌人 受伤不退 力战深殉者 此为第一人 周恩来也曾这样评价张自忠 其忠义之志 壮烈之气 只可以为我国 抗战军人之魂